顺莎也学陈梦变骄傲了 赛后的一番话呢 让陈起有点不开心 而且呢王曼玉也有话要说 那么现在的莎莎 难道说获得了冠军之后 整个人都变骄傲了吗 她接下来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了 不要像之前陈梦所表示到的那样 以及呢现在的王曼玉 拿到了冠军马上又被淘汰出去 莎莎是不是骄傲了呢 那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参加点赞按钮 感谢大家 我们重点跟大家分析分析 所以以上呢在本次的比赛当中 你要说状态发挥 以及实力爆发力来看 莎莎那真的是 她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总体实力呢确实发挥的很出色 拿到了比赛的冠军 而且呢是让对手心服口服 也让自己的队员呢 都比较认可莎莎的 莎莎呢在国内的比赛当中 树立起了威望 在国际赛场当中 也得到了认可肯定的 那么其中呢 顺莎她在赛后呢 说出来的一番话 则是呢 让不少球迷争议很大 而且呢我们还要了解到 其中呢 她赛后的时候呢 就有谈到了 记者呢就有问到顺莎 你现在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你有什么感觉 那顺莎呢 她就很高兴 很明确的表示道 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很好 很多大赛都经历过了 现在呢 把控局面的能力呢 也更加的强了 而顺莎的这一番话呢 确实很自信 说得也很到位 确实啊 状态发挥的特别好 而且呢 大赛很多都参加过了 什么奥运会啊 四拼赛啊 以及现在的WTT比赛啊 还有之前的世界杯 年终总决赛啊 确实啊 顺莎很多大赛全部都参加过了 但是呢 顺莎这一番话当中 她谈到了后半句 有一定问题 其中呢 就被不少专家球迷给揪了出来 其中呢 她就谈到 现在呢 把控比赛的局面 把控这种输赢啊 能够更加的顺畅 更加的稳定了 简单来说 也就是啊 哪怕说顺莎未来参加比赛 她都能够掌控大局 无论比赛输也好 赢也好 那个波动 无论是起也好 扶也好 她都能够控制住 比赛顺风的时候呢 她能够乘胜追击 逆风的时候呢 她能够逆进方旁 那么顺莎她说的这番话 会不会为时过早啊 也就是呢 她能够把控局面 能够把控大局 其实呢 莎莎的这番话呢 她现在获得冠军 她说出来呢 是没有很大的问题的 但是你要放到未来的比赛来看 你要说你未来再次面对陈梦 面对王曼玉 以及呢 面对陈兴同等人 你能否再次赢下比赛的胜利呢 不一定 所以说呢 现在的顺莎呢 她的这番话呢 虽然说很自信 但是呢 也从一个侧面看出来 顺莎这个时候啊 千万心态不能飘啊 不能够骄傲啊 不能够说 我现在状态特别好的时候 获得了冠军 但是人啊 有些时候啊 不可能说一直处在一个巅峰的 巅峰之后呢 肯定也会遇到一些小小的挫折的 很正常 陈梦之前奥运会比赛不也独贯了吗 但是后来呢 士兵赛 全运会 以及WTT 全部都没有获得冠军 王曼玉之前不也独贯了吗 也就是刚刚结束的士兵赛啊 王曼玉获得了女子当打比赛的冠军 赛后很激动 很高兴 但是马上举行的WTT世界杯 王曼玉结果呢 被杜凯勤打了3比0 很少出局 那真的是让王曼玉摸不着头脑 还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被淘汰出局了 王曼玉本次的WTT 还想着要去再次拿一个冠军 但是呢 现在呢 小主赛第一轮比赛当中 直接面对对手被淘汰出局 所以说呢 书尹萨的这一番话呢 如果要对比起陈梦跟王曼玉呢 他就很清晰 要了解到一个点 话 不能说得太满 内心呢 高兴的时候 就值得高兴 但是呢 有些时候心态不能 太飘了 也就是呢 不能骄傲了 开心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庆祝呢 也是很值得庆祝的 但是呢 要懂得稳住心态 要成熟稳重一些 要像房正东一样 稳下来 这才是硬道理 毕竟之前的陈梦 他获得了东京奥运会比赛冠军之后 他表示到 我的时代到来了 后面呢 王曼玉获得了四拼赛之后 王曼玉呢 则相对比较低调一些 他更加多的是比较高兴 付出了这么多 终于获得了比赛冠军 但是呢 现在 高兴呢 有点过头了 马上呢 在WTT第一章比赛当中 直接被淘汰出去 所以说呢 王曼玉啊 如果你叫他跟孙颖莎说一句话 那么王曼玉呢 肯定会叮嘱孙颖莎 心态要稳住 现在呢 还年轻 获得了比赛的冠军呢 还是不够稳 所以呢 对接下来 陈梦也好 王曼玉也好 都给了孙颖莎 很好的一个教训了 哪怕说获得了冠军 也不能 话说的太满 也不能骄傲 要稳住心态 未来才能获得更多比赛的冠军 那么大家认为 现在的设计莎 是否跟陈梦 王曼玉一样 也变得骄傲了呢 还是说 接下来 要稳住心态 才能获得更多比赛的冠军呢 你支持看好设计莎吗 还是说 未来 陈梦跟王曼玉 才是国评的意见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以后呢 再给咱们的视频 尝一下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 接着分享 下期